小提琴 琴轴是作为调音用的 当你的音准幅度相差比较大的时候 你可以用琴轴这里作为调音用 这下面呢还会有一个微调 微调呢是在用于你的音准相差不多 只差一点点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微调 向右拧 它的音会偏高 它会往高处走 向左拧它的音准就会往低走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琴马 你要注意的是 琴马可能经常你拉着拉着它可能会往前偏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两手 这样子往后掰 手要扶着马子的中间 这样它才不会一下子把琴马给掰断 OK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四根弦 我们的四根弦是从右往左边数 最粗的这个呢是第四弦 第三弦 第二弦 第一弦 每根弦它都有它的音名和唱名 这是我们的四弦 四弦的音名是G 它的唱名是so 三弦的音名是D 它的唱名是ray 二弦的音名是A 它的唱名是la 一弦的音名是E 它的唱名是me 事实上我们音乐的音阶 它每一条它都有它固定的音名和唱名 稍后我会再给大家介绍 好 这个是五线谱的写法 小提琴呢它属于高音乐器 所以它使用的是高音谱号 这是我们的高音谱号 注意写的时候呢 要从二线开始 然后从这里画一个圆圈 穿过第五条线 然后往下走 一勾 这个就是我们的高音谱号 这个叫五线谱 顾名思义它有五条线 四个尖 要注意的是五线谱 是需要从下往上数的 不是从上往下数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在用音的时候 这个线不够用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会下加线 或者上加线 好 我们刚刚讲到小提琴的第四弦 第四弦的音名 它的字母是g 它的唱名是so 它的写法呢就是在五线谱 然后下面下加两条线 这里加一个小圆圈 代表的是我们的音符 三弦 它是直接在第一线的下面 画一个圆圈 三弦的唱名是ray 音名是d 二弦 二弦它在我们的第二尖 尖也是从下往上数 一二三四 第二尖的这个地方 画一个圆圈 代表我们的音符 它的音名是a 唱名是la 最后到我们的第一弦 要注意 我们的小提琴 它的线越细 它代表的音越高 最粗的这根弦是第四弦 最细的这根弦是第一弦 它是1弦 字母也是1 1弦写在第四个肩上面 1 2 3 4 画个圆圈 代表的是我们的1弦 唱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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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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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